不過洪前輩 今日之事的確是你洪家逼迫在下 迫不得已小塞白首公尺 還請洪老前輩大人大量 你以為老夫看不出你在拖延世間 洪天孝 你在作甚 非要讓老夫死了你才出手吧 居然不肯放人 那就別怪老夫把你收下無情了 老傢伙 我在弘利體內蘊藏了一股暗劫 你若是不追上去將其化解的話 他必死你 好狠毒的小子 一個廢人 有什麼好救的 洪家的人就沒一個口 完踩金 毒帥 口 又不是被戰狗 毒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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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根捏碎你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的辣剑 小人 不管天涯海角 我每个都不会放过你 追 将两大斗宗玩弄于鼓掌 最后全身而退 这硝烟实在是让人惊叹 服了 彻底服了 这般厉害的人物 将来定能成就不敢 那小子杀我弘家那么多人 还生我孩儿 绝不会放过他 我通知了风雷北阁 接下来任硝烟有再多手段 也插着难逃 怎么回事 我留在纳戒内的灵魂印记 被硝烟破解了 怎么可能 硝烟不杀了你 老夫实不为人 那小子不过窦黄实力 竟破了堕宗留下的灵魂印记 硝烟身上还有我留下的血泪印记 我们现在就动神起追 嗯 是 斗宗的灵魂印记 还真不容易破解 这是 啊 接住 把开他 小妍 你想怎么样 痛快点 直接杀了我吧 告诉我 魂殿关押老师的地点 小旧的老家伙 你还真以为魂殿是谁都能进去的吗 我说 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的耐心可不多了 我告诉你 魂殿的关押地点 你便放我离开 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我说 中州西域的名城 魂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 魂殿就被关押在那里 不过 那座分殿有一位 斗尊级别的尊老作战 还有几名护法 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那处大殿 就是名城 若是如此 想必当人那道极为恐怖的灵魂之力 便属于那位尊老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求你放过我 呃 当会后若能收复三千燕营火 便是多了份救出老师的底气 不过眼相 还是尽快恢复伤势 帮助寒家赢得比试 姐姐 雪儿 这都三天了 怎么还没出来 她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姐 你说萧原不会出事吧 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 雪儿 你莫不是 喜欢上萧嫣了吧 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跟她认识多久 姐姐只是想提醒你 萧嫣的确很出色 但这样的男人 她难为谁停留 而且 她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那女孩子了 她也和她一样优秀吗 何止优秀 就连嘉南学义无强绑前三 在她手中也穿不到十回合 她的年纪比萧嫣还小 那样的修炼天赋 我 岂无极要啊 萧嫣 你康复了 时间到了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差不多全好了 走吧 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 韩家主 你可算来了 我以为你今日准备霸占呢 洪家主想多了 既然洪家想过韩家保持十年的和平期 我自然是要来的 不然倒是服了洪家的好意 那是洪家的家主 洪力 就怕好意没收到 反而将女儿赔进来 不过不用担心 我洪家对媳妇还是很宽容的 爹 就不要白费口舌了 我时间不多 速战速决吧 你们 让谁出场 你的对手不是我 而是他 你就算要找个替死鬼 别长得像样的吧 这人难道是韩家从外面起来的 韩家呀 肯定是无人可用了 韩家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秘乌中 随便找一个铁死鬼 难道韩家以为这年轻人 能与承儿相抗不成 云长老 承儿能胜过他吗 以我封雷阁的斗鸡功法 同辈之中能战胜他的人 在中州或许有 但在天北城还未出现 既然云长老都如此说了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输了后 寒痴脸上的表情会有多难看 小子 报上名来 无名小辈 硝烟 比不得红尘少爷的大名鼎鼎 韩家竟然派个无名之辈来跟我比试 小子 给你实习时间考虑 是你自己滚 还是被我废了扔出去 不用实习了 还是直接动手吧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可就别怪我了 雷鼠型斗气吗 小子 能败在我手上 也算是你的荣耀 红尘少爷 这种小把戏 就不要拿出来了 灯仲 好 好 等雷爪 不过不死 阿西风 这点雷电暗劲 也想伤我 你竟然也是七星窦王 竟然是窦王 怪不得韩家要派他上场 这等实力 怕是比韩月还强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路 这实力 不像是无名之辈 可为何从未在中州大陆上 听过硝烟这个名字 中州大陆辽阔无比 卧虎苍龙之辈不知几何 不知道也属正常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何不放弃痴心妄想 小子 这不是你自长的 今日便让你瞧瞧风铃阁的秘法 雷神降临 屏命暴涨了 这气质远超七星窦王 好 他现在的实力 几乎打断了九星窦王 这红尘 不管是工法 斗技 还是武器 实在是太强了 是啊 难怪他敢这般狠王 能逼得尘尔施展秘法 那小子的确了不起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小子 睁大眼瞧好了 三千零洞 来得正好 你太慢了 他怎么跟得上三千雷洞的速度 秘法时间要限 你主战 三千雷洞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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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游战词 千碎雷锤 追 看你怎么挡 取取松磊之力 有何效能力出 是浪尺 这便是你的手段 倒还真是高看 如果你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那接下来便换我来吧 天火三旋变 独离变 这是一火 这小子究竟是何来路 绝隐藏如此之深 这就是斗魂巅峰之上的那层杖壁吗 说是我修炼了天火三旋变的最后两遍 并一火相配 也许 好强的秘法 雪儿还真是为我寒家 请来了一尊了不得的大神呢 在学院时 他就以斗灵之力迎战斗皇 如今几年过去 成就自然更加恐怖 那红尘在萧野面前 也只能认输 哼 不过现在 先要解决你 我不信 除了怪物奉秦尔 我会输给任何人 你 起来吧 这一种 还要不了你的命 能将我逼到如此警惕 小妍 你是第一个 此等奇之大辱 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 让你付出代价 灭雷锤 你我死 哼 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我 他就接我最后一招了 六合游身时 灭火 啊 不认输 啊 不认输 哦 你真的赢了 这人情人 真是了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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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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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我怎麼可能輸給你這個無名之輩 去死吧 謝兄弟 三千雷洞 住手 這